你要自我介紹,其實就是這樣子啦 自我介紹應該只會說什麼 應該只會介紹自己的姓名嘛 私は語です 然後我是台灣人 私は台湾人です 然後我的職業 我剛剛有什麼職業 這邊剛好有各位職業上班子 開社員 會社員那個字 私は開社員です 那你也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自我介紹應該會說什麼 我來自哪裡好了 來自於哪裡這個字叫做 出身 那如果你是在日本 當然說出身は台湾です 那如果你在台灣的話 如果你是台北人 你會說什麼 出身は台北です 然後介紹一下自己的興趣 趣是做菜 料理です 那女生在座都是女生 我們想不要介紹年齡好了 年齡也可以 年齡叫做年齡 當然也有日本人會講年齡 這兩個字都可以代表年齡 不過如果女生的話我想各位 這個字你一定要 記起來 秘密 對對對 這樣子你所有數字都不用那麼快 人家問你什麼都是 秘密 所以我的年齡是秘密 年齡是秘密 秘密です 那前後兩句再稍微記一下 一開始看到別人 你會這樣子說叫做 はじめましで 這個字就是初次見面 最尾巴再講一個 どうぞよろしく 秘密 就可以了 自我介紹比較少用到否定 你不會自我介紹的時候說 我不是台灣人 你的興趣不是讀書 所以我們都用得死 所以其實你會這個句型 你就可以跟日本人做簡單的溝通 那我們最後找個人來試試看自我介紹 好了我相信 只要了解這三個特色 這個句型能夠掌握 你要受自我介紹都很容易的 我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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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 秘密 我姓秘密 我不要加上三號各位 我不會講說我是陳小姐 我是陳先生 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是秘密 是秘密 上班族 初生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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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一開始上台的 我姓陳 我是那個上班族 欸各位 第一次秘密 所以你可以一開始秘密 初生是台北 當然都可以啦 反正語言很自由嘛 所以有點高興 只是人家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有點怪怪的 講話跟我們不太一樣 初生是台北 然後 我是台灣人 然後我是 我是公司 我的興趣不是 不是 電影欣賞 所以你這邊會放 興趣 這邊會放 電影欣賞 所以 趣味 は 映画 看守 然後 要放不是 ではあります 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你的興趣是什麼呢 趣味 は 学習です 啊對 因為只有上面這幾個 目前只會在上面這幾個 在一起是其他的也就不行了 化妝啦 看雜誌啦 這些也不行 看起來真的是月圖嗎 です OK的 然後最後 剛剛講的 どうぞよろしく 這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字 我介紹 所以各位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學日文 很大一個階段 你都只會用到這個句子 那這個句子 就可以講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句子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害怕說日文啦 你就わです 可以走天下 那以後 只要你單字認識得多 把單字丟進去 那就可以造出很多不同的句子 所以各位 嗯 其實日文要說出來真的不難 你可以再嘗試說說看 等會其他沒開口的同學 你也可以在心裡默唸看看 自我介紹練習一下 好 那我們 那我們 一開始的節奏 我們先到這邊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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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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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